爆米花 是活泼的 是有盼望的 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 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弟弟妹妹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我是知心姐姐 今天知心姐姐要继续和你分享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瑞秋路易斯卡森的故事 虽然她被人尊奉为海洋生物学家 不过如果你每周都按时追踪 小瑞秋的故事 你会发现 目前为止的小瑞秋 跟海洋啊 生物啊 什么的 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相反的 小瑞秋喜欢阅读 喜欢写文章 十岁的时候 她的文章被刊登在杂志上 获选为金牌奖 让她赚到了十块钱美金 小瑞秋好高兴地向妈妈宣布 她以后要当一名作家 这个志向后来有没有遭遇什么阻力或者助力呢 让知心姐姐继续告诉你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哦 请听巨人的秘密 小时候的瑞秋 她喜欢写作 因为这是她的兴趣 十岁以后的瑞秋 她喜欢写作 是为了逃避家里乱七八糟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呢 上一回 知心姐姐和你分享了 瑞秋的爸爸妈妈认识的经过 瑞秋的妈妈旋力比瑞秋的爸爸高 照理来说 瑞秋的妈妈应该能够赚到 比瑞秋的爸爸还要多的薪水 可是 以前美国的社会风气很保守 女人结婚之后 就不准外出工作了 要工作 就只能够在家里工作 瑞秋的妈妈原本是个小学老师 结了婚之后 就只能当家庭主妇 每天要做好多好多家事 瑞秋的爸爸很努力地赚钱养家 瑞秋的爸爸也有远大的梦想 在瑞秋的大姐和二哥出生之后 瑞秋的爸爸发现 离他们所居住的镇上15英里的地方 有一个钢铁工业重镇 那里的钢铁工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从美国各地前来这个钢铁工业重镇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每一天有好多的火车 不断地把人 把工厂材料 和成品 在进 在出 瑞秋的爸爸心想 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带动房地产市场 很快的 人们就会来到我们居住的镇上 买房子居住 我要赶快买下一块地皮 将来分皮卖出 大赚一笔 瑞秋爸爸的评估怎么看都是对的 可是 没有人料到 在瑞秋出生的那一年 全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工厂 商店 银行 开始大批大批的倒闭 人们也一群又一群的失业 所有人的收入 都变得好少好少 而这时 瑞秋的爸爸却仍然要每个月 支付他所买的土地的贷款 可想而知 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变得更加穷困了 为了要还债 瑞秋的爸爸 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他常常不在家 瑞秋有生以来 对爸爸的建议很少很少 而妈妈也必须要重拾 以前钢琴老师的工作 在家里开班授课 招收学生 即便爸爸妈妈很努力地工作 赚钱 养家 小瑞秋仍然常常连一瓶牛奶都喝不起 不过 这并不是小瑞秋感到烦恼的原因 事实上 小瑞秋很像她的妈妈 她们一点都不在意家里没有优渥的物质生活 她们觉得精神生活是更重要的 精神生活来自于清净大自然 来自于阅读 来自于写作 小瑞秋吃的是家里菜园中的菜 家里鸡卷养的鸡 她身上穿的衣服 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旧衣服 有时是用妈妈的衣服所改造的 休闲娱乐吗 小瑞秋最喜欢每天跟妈妈一块去爬山 漫步森林 如果想要弹弹琴 也由妈妈教就行了 这一切 小瑞秋都很满意 你说爸爸总是在很远的地方 小瑞秋会不会感觉孤单呢 事实上 小瑞秋从出生以来就很少看见爸爸了 所以爸爸不在 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 青少女时期的瑞秋 最想逃避的 家里乱七八糟的事情 是什么呢 是他的哥哥姐姐 瑞秋有个大她十岁的姐姐 这个姐姐跟瑞秋的个性 喜好完全不一样 瑞秋的姐姐从小就想赶快当大人 才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她就自己辍学跑去工作 接着很快的就跟一名同事结婚了 两个人都非常年轻 而且没有经济基础 瑞秋的姐姐结了婚 当然就不能继续在外面工作了 两夫妻没钱租房子 只好回来拜托瑞秋的妈妈 妈妈 我们继续住在家里好不好 瑞秋的妈妈对于大女儿和大女婿 唉声叹气 但是大环境的景气真的不好 也只得接纳他们了 瑞秋的家里多了一个姐夫住进来 刚开始还相安无事 可是很快的 瑞秋的姐姐发现自己跟丈夫的脾气 个性 背景 实在是差太多了 他们两个动不动就为芝麻绿豆的小事 吵起架来 搞得家里极犬不宁 吵着吵着 瑞秋的姐姐决定要跟丈夫离婚 小瑞秋松了一口气 家里又恢复安静了 恢复单身的大姐再度前往大公司工作 可是很快的 大姐又跟同事结婚了 这一次 新姐夫又住进了瑞秋家 不止如此 大姐一口气生了两个女儿 瑞秋的家变得更紧了 每一天都充满婴儿的哭闹声 还有姐姐和姐夫的吵架声 吵啊吵 吵啊吵 姐姐又和丈夫离婚了 再来说说瑞秋的二哥吧 二哥大瑞秋八岁 他的个性 喜好 和瑞秋 一点都不一样 二哥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 对读书 一点兴趣都没有 高中读到一半时 二哥自己办了休学 跑去当军人 跟着军队去战场上打仗了 一年之后 战争结束 哥哥回来了 哥哥对读书还是没有兴趣 他不想要回到高中 把学业读完 因此直接去了工厂开始打工 工作一阵子之后 哥哥也结婚了 哥哥也把妻子带回瑞秋的家住 哥哥和嫂嫂也是成天争吵 瑞秋觉得妈妈实在是太可怜了 妈妈整天都在家务室里忙得团团转 既要照顾大女儿 还要照顾大女儿的两个女儿 既要照顾二儿子 也要照顾二儿子的妻子 小瑞秋觉得这个家实在是太疯狂了 可是她是全家年纪最小的人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够说什么 能够改变什么 索性就钻进她最喜爱的书本的世界里吧 从十岁 文章被刊登在杂志上之后 瑞秋持续大量的阅读和写作 到了十四岁时 杂志社再度看上了瑞秋所写的一篇文章 不过这一次不是把它刊登出来 而是买下它作为杂志社的广告文案 这是瑞秋第一次收到稿费 不是奖金哦 瑞秋把这份稿费 小心翼翼地收进信封里 然后珍藏起来 从十四岁起 瑞秋真的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 她常常把自己和妈妈去森林散步时的 所见所闻写下来 写成记录大自然的散文 投稿到杂志社 换取稿费 那段时期 美国社会爆发了好多种流行病 什么小儿麻痹啊 白猴啊 百日咳啊 新红热 麻疹 伤寒 等等等 因为是新型的疾病 没有药可以治 所以瑞秋的妈妈 要求瑞秋别去上学了 待在家里 保护自己不受感染 小瑞秋开始了 在家自学的生活 她常常向学校 请好几个礼拜 甚至是好几个月的假 有一次 整学期 瑞秋就只去学校 上了十六天的课 即便是一个 常常缺矿课的学生 当瑞秋从高中毕业时 她的成绩 竟然是全校第一名呢 妈妈觉得好感动 妈妈希望瑞秋 能够把握自己读书的兴趣 继续去念大学 瑞秋也很想要读大学 可是问题来了 家里没有钱 给瑞秋缴大学学费呀 瑞秋该怎么持续 她对读书的热爱呢 留待下个礼拜 巨人的秘密 让执行姐姐 继续告诉你了 包米花 我们下一回 空中再会 拜拜 天使向她归下 天地都来紧拜她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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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向她归下 天地都来紧拜她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我祝我山河的味道 天使万河的味道 天使万河的味道 ! 6 我们